你该我上场 欢迎回来 目前重庆狼队2比0 手握赛点 这场比赛 又做出了换人 奥神换下 无位换上 且在 也射 对 射手位 射手位置的话 发跃路换下了 铃铛换上了 奥韩 对的 这样的话 其实就跟我们一开始 上一局比赛换人的 预测是一样的 就是换上来之后 拿一把露娜 露娜绝虎哥 玩完了之后下去 然后铃铛换下去之后 把奥韩换上来 就可以不用扳手约了 对于狼队来讲 连续两局比赛 都把白铁手约给扳掉 看到这里 可能手约就能放出来了 因为刚才评论席也说了 这个手约 它不是用来配露娜的 这个手约就是 我只要阵容好打 打发育炉的方法 那我比如说 我上面图绝对优势 我下路 我想打出一个优势对线 那我就拿一个发育炉手约 过来扛压 但是刚才评论席 有聊到一个点 就是奥韩上场之后 可能就是大赦 最近他在场上 也玩了很多的大赦 那如果你玩大赦的话 发育周期比较长 那按照狼队的这个进攻节奏 他可能就不会给你 这么长的发育周期了 他打的就是速战速决 对狼队在这个赛季 10到15分钟的胜率 是81.8% 今天两局比赛打完之后 胜率会更高 是的 而且黑肉前几局的部署 都是在中野斧的对抗上面 都是补强了的 想要去跟狼队 打前期的对抗的 所以我觉得奥韩上来 也有可能是会去 给他拿公孙力这种英雄 对有可能 公孙力这个赛季 在奥韩的手里 也是三战两胜嘛 上来 黑肉先搬了露娜 还防了一手狼队的 露娜首援 没错 公孙力被搬了 小胖的露娜是百分百胜率 关羽也被搬了 刚刚其实我们有在私下聊的时候 小子还说过 他拿大赦 那弗莱就看关羽 那你把关羽搬了 那可以拿鲁班大师 那大乔放出来了 你选哪一个呢 大乔 大乔 大乔老夫子 周瑜都在 但是没有了王昭君 所以配一套完美的 所以狼队是准备 搬了王昭君 你拿大乔 我拆一个周瑜 我自己把周瑜拿了 拿张良 然后凯 张良凯没有拆周瑜 对 阿古多的野区被四级开大的热牌进去之后就保不住了 没错 老夫子 老夫子加阿古朵这个阵容 倒是狼队在去年用的比较喜欢用的 是的 锁了 这也是安琪拉 安琪拉配张良 也是狼队比较喜欢的 他没有用干姜 这种去搭配 想遇到安琪拉这赛季是两战两胜 配合张良一起使用的 百分百胜率的中斧 看后续的版本 夏洛特扳掉 他防了一下黑友拿双边 对 那再扳个马超嘛 因为奥韩这个赛季确实用过老夫子 对 打过双边 然后东方拿马超也赢了 这赛季出过一把马超 花木兰扳掉了 马超也扳了 我还以为这局比赛会看到弗莱的冠军飞样子 是的 花木兰关于马超夏洛特 一局比赛四个战边全扳了 对 那这个版本 黄铁都扳了 黄铁也扳了 战边扳完了 上语 拿上语当战边打怎么样 也可以没问题 没问题 出肉了 是的 爱你战俘并横住 上去砍 是的 锁了上语 蒙田 都是战坦边接渴的 这种英雄 能扛能打 加上一个干姜莫爷 这个有点像 黑尔这么拿过 中和干姜莫爷 然后配阿古朵 那把配的是马超 对 在那把的干姜莫爷是核心 就是让干姜莫爷输出打得爽 干姜莫爷的输出环境还不错 所以这把的射手狼队 要么就是选一个爆发 要么就选一个特别灵活的 他选了一个爆发又有灵活的 能扛能扛量搭的 他这把中路可以有爆发 射手也可以有爆发 扛量捏住之后 如果是李远方 李远方一技能加大招也能跟吗 这把鲁万七号怎么活呀 这有给他创造 那这把就是还是肉装项羽 为鲁万七号去创造环境 但是对面有个干姜莫爷 没错啊 我就说他怎么活嘛 就干姜莫爷比较好打他 他团架要想要有输出 必须是小胖的这个肉凯 顶到干姜莫爷脸上 让干姜莫爷后退 这样子他自己家的射手才会有输出 那打前排就很舒服了 因为只要没有了干姜莫爷 这个鲁万七号是很难处理的 而黑肉这一套这种伤害 主要构成就是干姜莫爷的伤害 阿古多有钱伤害也不低 阿古多这把面对肉凯 要守野区 这把对于黑肉来讲 想想开局 想想狼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打你个出其不一 这个很重要 这个真的很重要 上一把就吃亏了 对现在所有跟重庆狼队交手的队伍啊 都要注意好重庆狼队 他们在每一局比赛的开局部署 他们的开局部署千变万化 其实肉凯只要进去了之后 项羽帮他卡住对面那些英雄的位置 他进去就给你拼成绩 你阿古多又在野区没成 没错 就抢不过他 这个是很关键的 除非说你在中路的 但中路安琪拉抢线也很快 有张良安琪拉 大乔加这个甘加墨也也不差 对也能抢 这一局比赛我们就看中路的抢线 就看这个蓝buff了 蓝buff我估计多半 如果一级产生了一个一级团的爆发 阿古多拿不到来 不论是谁拿 阿古多都很难拿到 还有就是重庆狼队狼群战术 南京黑银就一定要注意 他们拿到了张良之后 那可是特别吓人的 他会藏视野并且突然发起进攻 所以黑银要提早爆团 小心张良的位置 还记得第一阶段的时候 二组当时重庆狼队打长套博的那一场 蚁燃的露娜 对 被蹲得怀疑人生了 来吧 让我们去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三局的比赛 蓝色方的 您可以对你红色方 重庆狼队 我是瓶子 我是瀟灑 全军出击 平铺 五点 平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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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点 开局终生 守好五位 开局终生 守好五位 守好五位 来看一下开局一上来 自禁野区打了一波消耗 中的双双的线权都几乎是同时抢完 但安下了这个二技能 直接影响到了五位放生这个红buff 对 那干将 这两件没有中 没cd了 嗯 他们是尝试了去打红 以为黑银那里会主防蓝区吗 他这波赚了一个召唤师技能 就把鲁班7号的闪现给打出来了 清衡啊 这把是黑肉的主力输出点 法术机关枪 很重要 很重要 他这把一定要打到后排 阿古朵是红开的 为 是个宿命 直接先打双buff 就怕对面突然进来骚扰他 没错 他是红打完了之后去的蓝区 然后再从小野慢慢打下去 对 小邦基罗来反吃甲了 有成绩的 稳定能拿 然后再往中转 他这波是有四级 小邦用二级能把这个小草叹了一下 下路 下路 不好抢啊 我 拿到了 对 要到的 下路这波清线不好清 凯来了 张良没大 还没到四级 上路 上路 上路有机会 单杀了 A闪没打到 晚了一点 嗯 他往回挪了一步 他往回往后推了一步 然后再来了一个A闪往前 没错 距离就不够了 他是怕塔的伤害增伤吧 所以他先拉了一下 拉脱了塔的仇恨 对 把仇恨拉脱 然后再来 想尝试用那波A闪去击杀掉弗莱 但是没办法 弗莱第一身交闪已经走远了 是的 还回台下撤了醒吧 嗯 但是可以通过在上路的这个对线 看得到蒙田在四级打上去这种英雄 依然是有优势啊 对 蒙田在四级真的是少有对手 蒙田有续航 他蓄力猛击载满之后还有增伤 对增伤 嗯 就是五个打你一个 对 哈哈哈 然后这把其实黑手在开局的过渡 已经做的完成了 就是老夫子站的那个红上草 也是他们比较细节的一个站位了 对 去预防到了凯进到野区 嗯 这局比赛是蓝方请求暂停 这个阵容刚刚也是笑打说的一样嘛 主要围绕的就是 首先大小老夫子还要开团 他一定要好开 这局我们要把第一个关注点就是在 一会儿回到比赛之后的老夫子到四级 等那一波 因为下路你毕竟打的是一个 鲁班七号 有机会大闪捆到大销给个大 对你看前四级的时候 妖刀是站在了老夫子脸上打 四级一到 妖刀就得退避三射 是的 他还没闪 妖刀的闪现还在低波野区丢掉了 然后回去之后应该闪现就差不多好了 但是关键点就是他一定要躲掉老夫子那个捆 如果鲁班七号被绑到那是十条命也走不了 活不了 必死的 然后上半图的话 因为那一波打完 Fly没了闪 所以Fly还得回去补给一下 就看接下来 五位他这场比赛他把红蓝是这么刷的 红蓝这么刷的话 就让小胖可能在时间上会错开 他没有刷小野嘛 就导致了他红蓝的时间是几乎同时 但是这一波打的够快啊 没有办法 这一波是没有 我以为是安琪拉加上张良两个人去帮小胖去打这一波红buff了 但是你看小胖在打红的时候 五位就已经在打蓝了 这样就完全错开 完全错开的话 那重新狼队就在下一波想再进野区的时候 他就得顾忌一下自家的野区 其实狼队想进野区 他现在主要忌惮的就是这个干江梦爷 嗯 这些会被打状态 对 张良动手了 蒙田方圆阵开起来 像一发黄蓝斩完 上海真的不够啊 阿古再给给大 保一下 阿古多的一技能 配合蒙田自己的蓄力猛击的回血 双恢复 太能扛了 对 张良捏到了 鲁曼七号跟爆发 一个二技能 他收下了大乔 老夫子怎么捆 捆到蓝起了 再看伤害够不够 走卫生两剑 躲掉了 再回头给个一技能 收下了老夫子 他这波奥含大闪的时候 星恒估计没有技能 对 我看他就回头盯了一剑 就两标 进来CD不够啊 导致了这波伤害不够 对 他出的是魔道支持 加上CD斜嘛 四剑 定刀之后 一个闪现过去贴身 他闪 左剑在收人头 对 打干将莫爷就往他怀里钻 嗯 开大招 一个顶三个 向羽过来 一个顶三个 霸王斩一个大三个 凯再接一个二技能 又控三个 这上野 站在脸上打 大家回头放个大招 安起来给个大 把龙田加红buff一起带走 这波 这波狼队是顺水推舟啊 下路打赢了一波团 顺势进了红区 是的 把红buff给控 不赖跟小胖 刚刚控制链 空了几个人 空了几次啊 先是小胖 上野先 先顶到墙上 挑起来 然后一个大招 大了三个 然后小胖再跟2 再二技能砍三个 这样红区就掌控了 刚刚我们说时间是错开的 对 然后双方 各有两位嘉宾看好 下路来给压力了 还是想把下塔先拔了 对 上路要蒙天一个人手 直接开大手 蒙天清线就行 对 线很快就能行 线清掉了 躺在塔下 再两个人 再来一个霸王斩 互相扛塔 硬杀 对 这波弗赖跟小胖 两个人互相扛 对 还在开大的时候 先扛第一波 扛完了之后 去拉脱塔的仇恨 让项羽吃塔的仇恨 嗯 来回看一下这一波 先是安琪拉 一个大招 把伤害全部打满了 九库其实不做这个圈 他就不会死 但是被张良大招给留下来了 对 然后就是老父子大闪 捆到了安琪拉 但是干江曼也没伤害 没技能 这波捏出了干江 捏完了之后 安琪拉直接交技能 把干江曼给秒了 然后自己还交到闪现 躲开 老父子没二技能 是啊老父子 倒了 但是这波项羽也来了 一个大招 落地收一个头 再移的顶上去 又顶到了大墙 而且现在A两刀 主要是狼队这么打 他只是用了一个张良 他只能换掉了 黑肉的三个关键点 是的 中路一塔掉了 干江梦也这个英雄 就很难打了 再反一个蓝 这最终还是被重新狼队 把野区全部掌控 对 主要现在的经济差 拉开了4000 嗯 黑肉现在也不能单走了 得抱着打了 一起打钱 看下一波 我们刚刚一直在期待的 大桥阵容起节奏 抱歉都没有起来 他下了那波大招 并没有帮他们快速的破塔 是 还被狼队反打了一波 这地图上自然就全被重新狼队掌控 下落 逮着项羽 又来想顶出去没顶出去 一技能顶了 但是大桥到二技能也好了 张良可安奇拉开始行动了 加上鲁万七号这三个人 想找机会 这两个人 如果要张良捏到了 这就必杀的 谁来都得死 上半途没有人 阿古都过去把视野都排干净了 想断线吗 断了波冰线 对 三个人抱在一起走 看大潮 下路有项羽 这个位置 有点危险 还好顶开了 对 中路的兵线 血量不多 要常拆啊 下路让龙来喷塔 再进红区 把红区一控 蓝区阿古多得赶紧回去收啊 不收的话 这个蓝 现在应该去来得及 放声 放声掉 嗯 现在放声很快了 那我觉得黑肉这个真的不能打团 他的主力输出点 干江墨烟这里面还没有一件成型的装备 对 才4100块 他打团的话太伤了 项羽 又来 见人就打 仗子经济优势 和自己的续航 这是要两个人去赶五个人吗 谁做这个圈 都拿了 以及他顶出去 圈一个都没做上 先秒盖家墨烟 让他又是一个捏捏到了 老夫子 老夫子也倒了 让他一个闪线躲开 这个A闪没有追上 蒙田也被按起来大招给带走 剩下无畏和九库两个 而无畏这波还在外面 他回不去了 九库还没有大招 接不了这个阿古多 阿古多被减速了 走不掉了 是的 他想回头反打 他手里没有大招 大队炮没有中 他有了血魔 又是一个E技能 再接一个大招A一下 收下无畏 血魔也没有开出来 开这个血魔也没有意义了 被控死了 拖得了一时 拖不了一世啊 这上野的强度太高了 重庆囊队这上野 站在南京KJ9进的脸上都打不死 这两个英雄现阶段就是能扛能打 对 因为Hero这里的伤害点目前还没有完全起来 还不够 而星恒这里的装备低线选择了一个梦魇之牙 现在对面恢复 老夫子捆 这弗来一个人 队友还很远 走位 躲剑 伤害不够 杀不了 还有个大招 对 而且刚刚重庆囊队的人的视野都消失了 是往这个方向在赶的 所以他们也不敢多动 老夫子要倒啊 一个控制 直接把老夫子给秒掉 这个项羽真的是不好惹的 嗯 现在Hero该怎么打呢 守着打 出不去 出去打打不过 先接弹他们伤害不够 对 只能背靠高地打 出去就要死 这波出来无谓就被秒了 直接被控死了 炫魔盾都还没有起来 人就没了 小胖又冲进去开大招 一刀两刀把星恒砍残 而且小胖去追这个干江墨爷的时候 他是有走位 先欠干江的1 导致他自己没有被击飞 导致他自己没有被击飞 中高破了 嗯 琴恒出了回响 但现在你看一下干江墨爷这个英雄身上一层被动还没敌 对 没足弓没击杀 还敢出来 还出来打吗 出来打就捏 捏住就要杀 安琪拉直接给大招 向羽再给他顶回去 这波没有跟安琪拉接好 但是还是杀掉了奥涵 最终还是追死了大乔 过万的经济差了要 嗯 现在中路有一个暗影之境 后边有龙 上路有兵线 狼队已经彻底把南京KR0这局比他的阵容打疯掉了 对的 16比1的人头比1万的经济差 这向羽一个暴击 超神了 已经处理不掉了 Fly快乐局啊 大招霸王斩还要收人头 但最终被妖刀给收下一波 我们团面黑转座中路有龙斌 11分12秒结束比赛 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3比0 拿下比赛胜利 重庆狼队调整的速度非常快 在第二阶段 第一场比赛失利之后 连续两个3比0 是的 这场比赛获胜之后 重庆狼队也以两胜一副小分 竞技能5分 排到了S组第一 超过了佛山第二季 主要是美菊 比赛获胜时长都非常快 都在15分钟以内 是的 感觉狼队在第二阶段 又找到了这个版本啊 新的打开方式 而且他们是打得稳了很多 就不会出现那种拖沓的局面 他们没有再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今天的这场比赛 我们在南京Hero酒精的主场 第二次看到这两支队伍的交手 但这一次双方并没有打满 以重庆狼队3比0大分获胜 但同样的这一个比分 对于南京Hero酒精来说 他们也在二阶段三连半 他们必须要在后面抓紧时间去调整 因为他们要面临的是卡位赛了 没错 下一张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恭喜重庆狼队3比0战胜了 南京Hero酒精 拿到了自己这宝贵的一分 对于南京Hero酒精来说的话 确实如解书其说到那样 他们目前是已经三连败了在第二轮 对 先是被佛山第二季领封了 然后呢是2比3输给了北京英博 今天这场比赛也被狼队领封了 而狼队这边在第二轮 虽然说开局不顺 是2比3赋予了济南RW霞 但是这两场先是3比0的第二季 紧接着今天又3比0的南京Hero酒精 所以他们已经是一个六小局连胜了 状态真的非常好 我们今天赛前聊到的主题超胜还是超贵 我觉得对于狼队来说 这两场比赛都稳定的在超胜 对 就是你发现这周的狼队真的非常的恐怖 他们从周五那天打第二季 你就看到他的一个 不管是体系也好 他们在就是在为了第二轮 临场的一个BP我觉得做的都特别好 而且狼队下一场的对手是武汉Esta Pro 在3月25号 是 要好好研究一下了 是的 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觉得现在他们状态是真的很好 然后BB的话也总是能掏出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说要提防一下吧 对 包括这局你看他们自己也拿出了安琪拉 然后在五楼的话先是亮了一手李元芳 他当自宝能力也比较强嘛 也比较抗压 但是最后的话 当时也给到了妖刀一个镜头 最后还是换成鲁班七号 在这局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亮眼 我觉得自从就是那一场小事牛刀 就是除了Fly跟妖刀之外 另外三名队友都换掉那局之后 就整个牛刀的状态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没错 可以看到Fly的状态是真的很好 对 就把项羽直接超成 是 天下无双的项羽 然后妖刀的状态 大家也看到那把阿里 可以给大家感谢出来 就是他们整个队伍的一个状态 都是非常好的 是的 然后对于南京和酒精来说的话 今天确实也看到 有在进行人员上的一些轮换 然后第一局BP的话 也拿出了像夏侯敦打野 虽然说我们平时 像西法也分析到 在平时打排入人局 可能有时候还是能看到 夏侯敦打野 都很少 对 但是确实也比较少 但是也有看见过 但是在比赛场上的话 今天看起来确实是不太好用的 没错 还有就是我感觉 确实我觉得是 南京和酒精 还是要把整容固定下来 就是他们这种轮换 有时候确实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有时候确实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种有些轮换是比较好的 但有些轮换下来的结果不是很好的 有时候你确实固定下来是比较好的 像狼队这边 对吧 他们把这种固定下来 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整体的 五个人的配合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默契 就你一支轮换 可能会大家配合上面 等等之类的 都会有点影响吧 可能 其实在我看来S组的话 其实很少轮换的 对 就是除非是你稳住积分优势之后 然后再去考虑一个轮换 就是你发现在S组 其实大家都是为了试阵 就是去为之后做准备 然后在积分稳定的情况下 去拿来就是想了如何去变化自己的阵容 但是像南京后九进这种就是轮换 就是单纯的 有点无奈的轮换 对 就是他不是练阵 他只是想 求胜 在这种的话 你觉得S组基本是看不到的 所以说其实这一场比赛 我觉得对于南京后九进整体的打击确实不小 而且他第二轮一个0-3的开局 他下一场比赛的对手是济南2W下 先来看一下本局的MVP是给到了重庆狼队的Fly 项羽天下无双 伤害占比29.4% 乘伤占比38.1% KDA八杀零死 六助攻最佳次数六次排名来到第三名 这个数据实在是太豪华 真的太豪华 就这个战绩不应该出现在坦率身上 是不是我就说了在比赛上不应该出现在坦率身上 你把这个项羽遮住让你猜 我觉得他玩的夏洛特 玩的马超 玩的华马兰 就是猜不到他玩的项羽 对不对 不过程商是挺高 程商还是挺项羽的 是 来看一下这一局的王者时刻 开的是真好 对 就这个战绩啊 8-0-6 其实你很少能在一个坦克上见到 真的 这把真的太顺了 项羽这个英雄现在在这个版本专精装出来之后 他的一个顺风作用其实是能康宁打 伤害爆炸 其实今天第一局东方的那个花木兰 当时我们觉得说表现其实还挺不错的 嗯 但是确实今天 嗯 南京又久境也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吧 对 我觉得不是个人的问题 对的 就整体跟狼队的差距还是比较大 配合方面啊 就是 包括其实在运营思路上面 我觉得都差的蛮多的吧 可能我还是那句话 你确实看S组 其实大家打的多数阵容都是固定的 嗯 都是五个人在一起一直打 就黑肉这种在轮换在S组其实很少见的 这个大桥体系真的是被冲了 也被克制了吧 就是张良也能断圈 然后向羽也能 对 可以看到弗莱这把确实没有人敢打 把货子捆了就没人敢上了 没有人敢打 对呀 好的 那么本局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语音回放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再中再中 再中 上路可以看就要掏他 哎 他回不去这么多人 来了来了来了 他丢圈了丢圈了 回不去回不去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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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我来了 没事没事 直接包 直接包就行了 能一闪吗 我没闪我没闪 他就回不去的 他就回不去的 他就去 后面后面后面 我闪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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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闪 没闪了没闪了 中路他要断圈 没闪了没闪了 门天要断圈 下高下高别人气 下高下高 门天要断圈 我中路退呗 中路可以一波 今晚了今晚了 我五秒五秒 中路可以跟你中路可以跟上 可以跟他可以跟他 一秒一秒 没事没气了 可以一秒 来一次来一次 一波一波 中路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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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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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一切尽在掌握 就感觉包括那个 腰刀最后的那身可以的 感觉都是一种意料之中的答案 那今天对于重庆狼队来说 确实延续了上一场对阵 佛山第二季的火热状态 而对于男精后久经来说 他下一场的对手是济南2W侠 今天我们赛前 还在聊到济南2W侠 他们是一支版本理解非常强的队伍 而且状态也是拉得很满 就是我感觉就济南2W侠 主要是这个赛季的子萱吧 就子萱感觉这个赛季发挥特别好 然后可以发现小叶是整个人都升华了 是 还有小花在我这里 其实就花园嘛 花园点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男精后久经来讲 压力会更大的 对确实 前方的采访已经准备就绪 让我们把时间 你把它带来 带来